好,再來的話,所以很重要一點 DataFrame DataFrame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很像是一個看不到的Excel Excel的好處就是說它可以用滑鼠鍵盤操作 其實就是所謂的視覺化操作,有介面嘛對不對 DataFrame就是沒有介面的 也就是說你所有操作必須透過程式來完成 也就是說理論上Excel能做的事情 DataFrame基本上也辦得到 差別就是說你要用程式來完成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你就要必須對什麼 對像Pandas裡面的DataFrame操作 就要相當熟悉 如果不會的話 可能它到DataFrame Pandas的官網上面去查 其實都查得到 而且現在坊間又針對Pandas有出專 像奇標有出一本很厚的一本的 淺綠色皮吧 專門全部都針對Pandas做說明 OK 那你說有沒有需要 其實如果你假設要徹底了解 你就買來當參考書嘛 就是說需要的時候翻一下 需要的時候翻一下 那如果不想買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像我的習慣是我用查的嘛 查的話其實你就到官網上面去查就可以了 那官網上面的話 其實我在這個裡面好像有放個連結吧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Pandas的連結這邊其實就有 DataFrame這邊嘛 然後底下這邊就有 這安裝方式嘛 是上禮拜講的 那底下這邊有個官網有沒有 就是那個Pandas的DataFrame的相關操作 那其實裡面就有了 包含就是Pandas的DataFrame 它裡面有哪一些的這個方法可以用 那底下的話有列 比如說你可以什麼 再把它點開 你們點這個DataFrame 底下就有很多方法 包含就是像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什麼 ILC 有沒有 Tommy加一個ILC 這個ILC什麼意思 你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 像LIC 或者Size的話 你可以插屬性 就是這個 這個DataFrame的大小 有沒有 包含就是幾藍幾列 其實理論Size出來 應該就是它所有的儲存格數量 OK 然後呢 這個Sharp是它的幾圍正列 幾列幾藍 它會給你一個這個 資料 所以你這 大家相對 你可以在這邊查 那這裡當然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Head Head的話 顧名詞法頭 那 顧名詞語有tail tail的話 應該是什麼 就尾巴嘛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 這邊它問我們什麼問題 幫我取後面兩個學生的成績 那後面兩個成績的話 很簡單 叫什麼 點tail就可以了 T-A-I-L 所以你這邊的話 假設你要取後面兩個 你就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給它一個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tail 那後面的話 其實或者是說你點 它其實應該會提示吧 如果沒有 你就直接點 這樣一個T-I-A-L 有沒有 它會出現 然後會告訴你說 你尾巴算下來哪一個 所以你刮符之後的話 後面它會提示你說 那你要給我一個數字 尾巴兩個 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然後刮符 這樣的話呢 執行 它就會得到什麼 這個裡面的尾巴兩個 所以這個尾巴兩個 叫小乘跟小乘 那就會怎麼樣 被輸出了 那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把這個 尾巴的兩個改成什麼 頭兩個的話 你可以輸入什麼 Head Head這個地方 時期你會發現 它就抓小林跟小黃 有沒有 同樣的方法 頭前面幾個跟尾巴幾個 不過理論上 好像會抓前面的比較 好像比較常用 Head比較少 tail比較少用 另外呢 你說 老師那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會Head 也不會tail 沒關係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在DEF這個地方 有沒有 直接加個中瓜阿虎 就可以了 就是 直接針對這個Data Frame 跟它講說 我要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你後面的話 比如尾巴的話 應該是 尾巴應該是 0122 有沒有 所以你就2 到 到的話 最後是3 所以到4結束 不過 其實跟各位講 你那個4不打也沒關係 不打的話 意思是到尾巴 如果前面不打 就是從頭開始 只要有冒號 所以特別是 在Python 有一個慣用的用法 冒號尾巴那個不打 就是到最後面 前面那個不打 就是從前面 所以 2以後的 然後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會得到什麼呢 小0 小成跟小美 所以你可以把它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你不會tale 沒關係 你用這樣的方式也OK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還有一招 就是你可以再加什麼 點什麼呢 ILOC ILOC剛剛有看到有沒有 如果細節自己再去看一下 那個說明都英文的 不過你當然如果你看不懂 不習慣用英文 那因為Google的翻譯還蠻快的 你按右鍵 可以把它很快翻譯成中文 一樣可以大家了解一下意思 那這個ILOC 你會發現 一樣可以抓哪一列到哪一列的資料 OK 執行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又不一樣 小成小美 那你會想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呢 不就跟那個有加跟沒加都一樣 那幹嘛要加 我跟各位講 有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呢 如果假設說 你只要抓其中一個人的資料 比如說我要抓小美好了 小美的話呢 跟各位講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設小美是第三個 你如果加個3 執行我印象中好像會出錯 它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Data frame後面不能只加一個數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說 點ILOC ILOC的話 它允許你只抓一個人的資料 OK 差別在這裡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 OK 執行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抓小美的資料 那它就會只抓小美的資料 但是呢 它抓的方式蠻特別的 如果只抓一個人的時候 它會幫你把橫向的變成縱向的 所以你會發現小美成績多少 69 53 87 74 有沒有 70 幫你列一個表 變重 一個人的話是縱向 如果多個就很像 OK 那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 後兩位成績 所以 這邊我們把它改成 所以改後兩位的冒號 前面是從2開始 2冒號或者tail 都可以 OK 那再來做排序 排序部分的話呢 所以這個我們先把它註解 我們先這個把它先放在旁邊 這註解掉 再來的話做排序 排序現在按照什麼排序呢 它基本上好像沒有排序 所以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那怎麼排序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用 這個地方 OK 直接來看一下 這裡的話 你可以用 這個 Data frame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 Source 底線 Values 然後後面的話 這個方法 後面你就要加 什麼 by 等於什麼呢 哪一個欄位 所以我今天的假如說 我要根據的是自然 你就可以把 這個 by後面 加上一個自然 根據自然幫我排序 那後面的話 呢 逗點 逗點的話 你就加一個 你到底 假設吧 你如果 by自然的話 你會發現 我把最後這個 再把它print了出來 OK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會按照什麼 按照自然幫我排序了 不過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排序好像 如果 假設後面 沒有給任何的參數的話 它的預設是什麼 地增還地減 你會發現 它怎麼好像地增 有沒有 所以 假如說 你要讓它地減的話 特別注意 你必須還要再加一個參數 這個後面的參數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再加什麼 加 A S 什麼 Ascending 等於 特別注意 它的預設等於True 其實你打True的話 1也可以 就是等於 1是預設值 那如果說 你要等 把它改成D減的話 你幾個方法 你打False也可以 或者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打0也可以 其實0 在程式裡面就是False OK 好 那假如說 我要讓它顛倒去顯示的話 並且只抓什麼 只抓自然這個欄位的話 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 後面再加一個中刮符 然後針對自然這個欄位 讓它顯示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它就會把排序的方式 按照地減的方式做排序 所以特別注意 哪一欄排序的話 底下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它為什麼只有一欄顯示 特別注意 主要是增加這個 當然如果你要全部顯示的話 你就不要加哪個欄位名稱 所以中刮符裡面如果假設 加哪一個欄位名稱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它只抓那個欄位名稱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假設我今天希望改成 按照國語來排序的話 很簡單吧 你就是把那個國語 也拉過來 這個它的欄位名稱 按照國語有沒有 那我國語要遞增排序的話 那Ascending等於1 然後這邊改成按照國語排序 OK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執行下來是按照國語 遞增 有沒有 697175 沒錯 那如果最後你假設 只要國語這個欄位 其他欄位都不要顯示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在這個 這個有沒有 DataFrame這裡 再增加你要的那個欄位 到中瓜湖裡面 這樣的話 執行之後 A就會只有國語的部分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選取 我們要的資料 做地增 或者地減的排序 OK 那最後的話 就是修改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這個資料裡面 這個部分 第二題我們就完成了 那第三題的話 最後它要我們更改什麼 假設我再把這個結果先執行一下 它要更改那個什麼 小黃的英文成績 小黃的英文成績應該是56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這個56分改為80分 然後寫回去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 其實有點先是要修改 那這裡會需要用到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LOC LOC的話 就是取那個資料出來 改完之後 再把資料 存回到data frame 就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301這一題先 前面兩個問題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 怎麼去修改那個 小黃的英文成績